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产生 不过这个部分的话是要自己手动 那当然手动会变成说你需要花一些力气 把那个所有的目录名称建成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呢 如果我们不要用那个手动的 我们可以用那个所谓的 在那个什么呢 我们的目录底下用CMD CMD ENTER 然后再打那个DIR的指令 这也是一招啦 因为其实DOS有些指令还蛮好用的 而且Python其实也可以呼叫这个指令 比如说Python里面 它可以直接把命令提示之源 你直接输入那个指令 它也可以帮你执行 所以其实Python也可以去用以前会的那个方法 以前会写批次档 所谓的批次档就是 可以把那个很多很多动作 把它写成一串程式 然后呢它也可以直接执行 然后呢它也可以直接执行 那副掌名就点BAT 也可以啊 Python也可以呼叫它 我是有事OK 没有问题 甚至那个之前有同学说 Python可不可以呼叫VBA 或VBA可不可以呼叫Python 其实都可以啊 两边其实是可以互相呼叫来呼叫去啊 所以有时候工具啊 尽量不要只是使用单一种 因为为什么 因为有些时候的话 如果你会用其他方法的话 那当然会让你的程式变得比较简单 因为哪个有些方法比较快啊 你就用那个方法就好了 那再来的话呢 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想要用什么 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如果我不用这个方法 那我可以用另外 我刚刚有讲过啊 一个OS 那这个OS特别注意哦 我先把底下注解掉 然后呢 第一步当然 因为OS它已经 在我们的韩式库里面了 所以呢 我们不用额外安装 但是呢 你需要做imput的动作 imputOS 那再来怎么做 其实后面很简单 不过 可能需要记得就是说 如果你要 把某个目录提供给它 比如说我想要知道 这个目录里面 到底呢 它由 等一下 再次 点一下 复制 那首先我需要知道 这个目录位置 然后再来做什么呢 再来就是在这个底下 变成说 我需要 那以前是我们用for for是写回圈 不过在这边的话呢 实际上是 我要针对这个目录 帮我去 爬一些东西出来 所以开头记得要用for 那for后面的话 特别注意哦 它会回传给你三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的话呢 固定的是一个字串 就是那个路径的位置 第二个的话呢 那个目录里面呢 有多少个 就是指目录 OK 我用dir变数 这个变数名称自己取的 那第三个的话呢 有多少个档案 那我取名叫files 空一格之后的话 有点像什么 for i in range 但是它的叙数 因为它会 return给你三个东西 所以呢 我们必须在前面 用三个东西来接 那后面的话呢 我们就用那个 always 这一串的话 将来我会把它放在哪里呢 放在第26页的地方 OK 那后面怎么叙数呢 后面的叙数就是 特别是要用os 里面有一个叫walk 点walk walk 有点像 就是走路 其他应该叫巡览 OK 那walk里面的话 要放什么东西呢 刮弧 里面的话很简单 你就给它什么 给它刚刚的那个路径 C冒号斜线这个 那一样 因为它是一个路径 里面会有反斜线的保留资源 所以呢 我们就在最前面加一个r 然后冒号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特别注意哦 你做完这个叙数之后 如果你print什么 假设你print 如果你要什么呢 你要这个这个file 其实就把它print出来就可以了 好 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 我印象中呢 它就会帮我把什么 把这个目录里面 所有的 档名 副档名 统统放在这个file 里面 我们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诶 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就print的时候 你会发现哦 这个file 里面 file是里面放什么 中瓜糊 诶 里面的话呢 就放什么呢 当然前面这两个 好像是多余的 所以这两个 其实可以把它砍掉 所以如果你为了避免 这样的问题 其实可以把这个 跟这个预先砍掉 OK 然后呢 再把它执行一下 有没有 三重 中立 一直到凤塞 那不就是刚刚我们产生的东西吗 有没有 所以如果会用这一行叙述啦 不过这一行叙述 相对的是比较跟前面讲的比较特别一点点 那你会想说 为什么会需要前面需要三个参数啦 因为道理很简单 主要是后面这个work 它的官网 你可以看一下那个官方的说法 它就会丢三个东西回来 return 三个东西 所以呢 我知道说它会返回来三个东西 那所以呢 我用什么 我用三个变数去接它 但是如果我只要这个files的话 那我就直接主要是丢这个啦 当然另外两个里面有没有东西呢 其实也有东西啦 所以如果假设你希望知道呢 另外两个东西里面放什么 当然你可以把它print 这个 那因为dir s里面应该没有什么东西 因为里面只有 就是没有纸目录啦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你这个dis的话 里面没有纸目录 那你把它print的话 你会发现它回来是什么 所以files里面就放档案嘛 那root的话呢 实际上 就是我们刚刚给它的这个路径嘛 有没有 一模一样 所以root里面 基本上就是路径啦 那dis里面 没有东西 为什么 因为里面没有目录嘛 那如果说你里面还有纸目录的话 那你会怎么样 它就会帮你秀出来 所以以后合并的话 有可能一种情况就是 在那个 目录里面还有纸目录 你要合并的是还有纸目录的话 那你就变成说 你要把每个目录里面的每个档案 又再通通抓出来 有没有 第一个目录 第二个目录 第三个目录 那全部合并 可以啊 但是哦 你就变成说要多一层哦 OK 比如说我这边哦 假如说我在目录里面现在没有嘛 那你可以什么 按右键 新增一个资料奖01好了 如果有一个的话 我把它再执行一下 有没有发现 这边多一个01了 OK 底下怎么 01 然后没有东西 OK 所以它回传回来的话 会是 你会发到01里面还有 所以它空的 所以你以后要抓的话 变成还要知道说抓哪个位置哦 OK哦 所以它DRS里面会给你这么多东西 那你还要知道说你要抓到的东西放哪里 OK哦 所以大概知道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只需要哪一个 只需要Files 有没有 所以如果FilesOK的话 那你会发现哦 程式会非常的简单 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加 其实哦 只要这个就Printer就不需要了 其实我们只需要什么 再把刚刚的这一 底下这一段程式有没有 把它启动起来 然后呢 记得哦 因为要把它放在哪里 放在这个底下 所以按一个TAB 它的下一阶 然后呢 我们要做什么呢 For I Enrange 当然你这边可以输0 0到Len 这边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就是 哪一个的串列呢 那就是Files 有没有 0到Files里面的 这个里面的所有的 资料 帮我把它抓过来 那其实如果 干脆这样好了 如果你不想改成 是还一招 假设呢 我不想改成 那我干脆 把这个Files名称 直接干脆改成什么 改成List1就好了嘛 那我底下就不用改了 因为我直接丢到List1 那范围的话呢 一定从0开始 到Len 不用-1 因为里面它不会有空的 好 这样子的话 程式就写完了 应该可以看懂我在写什么吧 OK 其实 而且程式还蛮简单的 有没有 每一行最重要的就是这一行 OK 这一行如果你可以 可以克服的话 以后你会发现 合并档案这么简单 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OK的话 而且你会发现 会这一招 少了很多步骤嘛 因为它自动就帮你 把那个目录里面 所有的档名 通通给你了 OK 所以Always Work 真的太好用了 有没有 以后的话可以 蛮多地方都可以这样用 所以回去的话 尽量多用它嘛 而且真的没有多少 你把它当范本也可以 以后如果你再不会写 拿这个范本贴过去 去改动会吧 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所以里面假如说 这个先删掉 因为这个刚刚只是demo 给各位看一下 里面25个档 然后把它执行 合并成功了 然后最后看一下 有没有all 有了 这地方的话 打开 那应该就会是 从三重中立一直到凤山 应该全部的东西都有在这里 OK 那就大功告成 所以程式真的不多 所以程式真的不多 最重要是input OS OS 这个模组 它里面有个方法 叫做 OS.work 然后给它一个路径 回来的话 最重要就是这个东西 因为你 我本来叫files 那我改list1 没有问题 因为那个名称是自己取的 只是说取一个比较看得懂的 那我把它改list1 底下程式就不用动了 那其实也是把刚刚的程式 把它贴过来 然后记得按一个tape键 因为一定要在它的回圈底下做 才有办法把那个串列拿来使用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一模一样的程式 或类似的程式在哪里 在那个云端上面的第26页 OK 不过呢 这边顺便讲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 假如说我在执行一次会怎么样 合并又成功了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个档案 它会越来越大 有没有 它的大 这个档案本来是 现在是255k 有没有 如果我再执行一次 又合并成功了 没有错误讯息 现在变596kb了 对 append 我刚刚讲append的模式 那说append的模式是什么 反正它就一直往下加 一直往下加 反正我就在执行 它就一直往下加 可是不对啊 明明就是25个 25个再乘2变50个 50个再乘2变75个 那这样的话 质量会越来越多 所以你需要做什么 诶 判断 如果已经 假设你在执行之前 应该是什么 先判断说 这个档案如果存在 all的话 那我就什么 先砍掉 有没有 先删除啊 删除完之后呢 再产生嘛 不然的话你永远都会有新的 变成说你一直 一直会把它加到下面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第一个 判断那个档案是否存在 OS 特别最后 所以你还可以延伸学习 学习什么呢 在这个我们上方 我这边有讲 OS里面的相关的模组 最常用的方法 在第23页这边有 OS 比如说我想知道说 到底目录是否存在 OS.paste.exist 然后你就给它目录 底下 OK 那如果你要删除档案的话呢 那就这边 OS.remove 就可以完成 所以我们可以在执行这个程式之前 先判断是不是存在 是的话呢 就砍掉 OK 请各位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所以OS.work 还蛮好用 OS里面呢 还蛮多 常用到的那些档案处理的方法 包含就是说 我要建一个目录 或者我要删除某个目录 或者我要重新命名 所以以后呢 假如说你有大量的重新命名需求的话 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然后呢 还有什么 大量的删除档案 只要跟他讲说我要删哪个档 他就帮你删除 OK 还有什么呢 获取当前的工作目录 还有OS.work 刚刚还有就是连接 Join Speed 把它切割 党名跟目录 怎么去做切割 还有取得绝对路径等等 底下这些呢 都是还蛮常用到的一些方法 可以让你不需要说用图把链钢的方式 也可以做一些档案的处理 OK 那也许想想看吧 如果不要让他一直append 那我们怎么样 势必就是说 如果我再执行一次 那我应该意思就是说 我要再把那个档案如果有更新 我重新合并 那重新合并如果不希望他一直膨胀的话 那势必就是先判断 如果他已经存在了 那就把它删掉 那这个叙述该如何写 请各位先试试看 那刚刚我那OS.work 其实蛮单纯的 它是放在第26页的地方 26 所以请各位就是自行再把那个26这边 再把它完成 主要就是这一行 其实这一行说真的没有很 没有很困难 可是说真的 这一行也是花了我很多力气 才把它找出来的 所以你看一下坊间的书籍 或者是说网路上Google O2.work 你会发现 别人写的怎么这么复杂 我刚才以为说 还要呼叫很多东西才能玩 其实这样就可以了 OK 所以我尽可能的 像使用一些模组 使用一些方法 尽量找出那个 程式最短的撰写方法 不要说越写越长 你们也可以Google找找看 因为本来有找其他的那个 网路上面的相关参考 可是我发现 好像最后应该要自己来写好 所以最后写出来是长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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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